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到底为什么 你的眼睛那么大 脑子里太多 比喻常人的想法 之间触碰的瞬间 期待你的反应 会有什么对话 你要去哪里啊 我能否跟着哪 雨下的那么大 你又在哪里呢 如果此刻不能拥抱你 想呼吸没办法 我真的没有想过 今天实行奇迹 整个脑海里 全都是你 放下一切去见你 My baby My baby In this sunny sunny day Would you stay with me 我认为你 是一位 我认为我不认可 不认为你 我认为你 不认为你 我 为什么约我来这儿啊 我跟陆天忆的相遇 真的就好像爱情电影一样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街道上一个人都没有 突然之间 那个路灯依次点亮 然后 陆天忆就穿着一身西装 满面微笑 款款地向我走来 是怎样的她 是什么魔法 是缘分早就写好了吗 怎么会对她 竟有了牵挂 还是我翻唱 这总感觉有一点轻妙 停止不了想你的微笑 明明我很讨厌 却在想念 你在想念 就是爱 就是爱 恒 再加速狂飘 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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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点轻妙 看样子 你对我是陆天忆这件事 还挺满意的啊 明我很讨厌 想念 我就知道 你不会这样一声不吭就走了 既然你 既然你短信都发了 合作还是要谈的嘛 这儿好美啊 这是参考你之前说的 我们浪漫相遇的过程 那个是我瞎掰的 其实 还有一件事 我得跟你道歉 道歉 就是我试了天忆这件事 这么长时间了 一直没告诉你 我其实有点抱歉 也都是这种 突发事件闹的 但是道歉还是有必要的 你喜欢马卡龙是吗 你跟我来 你跟我来 果然是越厉害的人越变态 变态 我做甜点怎么就变态了 那我平时生活无聊 找点乐趣还不行吗 我知道 就像是福尔摩斯 会拉小提琴 没有 好了 你别说了 你还有什么秘密是我不知道的 一个 两个 三十多个吧 三十多个 来喽 你好 您的马卡文到 请问我可以品尝第一块吗 当然 当然 好好吃哦 你不是专业的吗 这甜品确实可以让你心情变好 不过 不过 我有一个 关于我们合作的问题想请教洛总 嗯 问北 嗯 你说这一次关于 我内衣第一批生产的量 应该控制在多少呢 我没有什么概念 一般情况下 我们先做一个预估 然后定批次 根据销售情况做调整 预估 什么预估 一般是市场咨询公司来做 但你不是大公司 所以我没有必要 我建议你还是先做预售吧 这样可以推算出实际的销售 所以你的意思是 根据我预售的数据 来定我第一批订单的量 没错 毕竟是新产品嘛 不确定因素也比较多 总要去尝试的嘛 反正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啦 谢谢陆老师 别 陆老师我不想再听到了 谢谢您啦 快吃吧 好 再吃 快吃 初初 那个 没事 好好休息 晚安 你也是 晚安 骆总 咱们走吧 你熊四 agric 那个 骆总 您确定不像楚楚表白了是吧 其实我觉得吧 不表白也挺好的 其实有些感情未必非要表白 爱就是要放手 彼此留个念想 而且我觉得还是落实重要的 战子 你刚说什么 我说落实重要 对 往前 留个念想 再往前 爱就是要放手 不对 什么乱七八糟啊 再往前 不表白也行 我 我刚才不算表白吗 既然一切都告一段落了 那我也要重新出发啦 开始工作了 开始工作了 所以情况就是这样的 我刚刚的行为不算表白 不算 华丽出场 浪漫约会 我还单独为他做了甜品 如果这都不算表白 那怎样才算表白 陆总 表白最起码让对方 确认彼此的心意才对吧 我觉得至少得说 我喜欢你 你说什么 我喜欢你 不是 可是楚楚 现在会怎么想 不对 她不还是我的女朋友吗 是 但是 是假的 我该怎么办啊 陆总 我觉得吧 您第一次表白 一紧张把正事给忘了 这也是正常现象 但是这样好 我们重来一次 这 咱们订一个高级餐厅 我 我自己来 今天晚上的马卡龙还满意吗 好像有点太预感迷章了 关于内衣的事情 我还有事和你聊聊 有点变态 在意吗 好像又太幼稚了 那 就知道你舍不得人家 人家在你背后已经看了半天了 发了这么久 你就只发 在吗 你是没谈过恋爱啊 我谈过 不是 没谈 没谈 一边去 我跟你说 如果楚楚不回你的话 你早就飞奔到人家那儿去了 怎么会 大晚上呢 我告诉你 人家楚楚啊 心思不在你身上 那 那在谁身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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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么晚了游天应该也睡了吧 会不会吵醒他 怎么回消息要这么久呢 咱来人不回了 难道回着回着睡着了 明天再说吧 我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 昨天洛天一跟我联系了一下 他建议我先做预售 所以我连夜做了这个预售的页面 大家一起看一下 你们看啊 我们现在有了这个预售的数据的话 就可以控制生产数量 避免很多风险 太好了 这个主意是洛总给你出的吧 是啊 那咱们还等什么 赶紧发布吧 对啊 快发布吧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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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已经三个小时了 怎么样了 还是只有三个人 看来我们的预计带理想化了 所以说平均一个小时只有一个人 不不不 这三个人是咱们仨 好解订一下 好了 年终大!" 年终大! 从马上开始了 现在再投广告应该来不及了吧 老板 咱们要不找A姐帮忙 设计还是有特色的 基本上算是一款 极客线以上的产品 那A姐您愿意帮我们 推广一下这款产品吗 可能帮不了 您不是说很有特色吗 有特色并不代表卖得好 我们的网络流量 就像是一根火柴 重点在于你是一个炸弹 还是一块铁板 懂吗 那您觉得 你是想在年终大醋上发售吗 你怎么净干这些作死的事啊 第一次试水 你就选择年终大醋这个时间 流量的性价比低不说 新品也差对 我是想说既然已经做出来了 那就试一试吧 这个产品 无论是从设计 包装 到营销策划 完成度都不够高 你说你这一折腾啊 一下水就会被淹没的 我知道了 你不是 你不是有你的落总吗 是他叫你来找我的 没有没有没有 跟他完全没有关系 是我自己想要来找A姐 给我一些建议 而且 我在来的路上已经想过了 这一次 我愿意拿出更多的利润来给A姐 给我们置换资源 想要在我们这个产品上面 多导入一些流量 而且我 好了好了 大家拿产品来 都是这么跟我合作的 问题不在这儿 姐姐我跟你说实话吧 今年的年终大醋 属洛氏集团身份最为特殊 特殊 本来是一场电商大醋的活动 他一个线下品牌 要来跟我们线上销售分蛋糕 所以对于我们网红来说 洛氏集团 如果不是我们的朋友 那他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没有想那么多 总而言之 如果不是洛总 让你来试探我的话 我劝你不要贪汁糖浑水 而且现在对于我 还是你的洛总而言 我们都忙得不可开交 像你这样的小产品 其实我真的是没有时间 和资源能帮到你 以后再好好想想 大醋之后 如果你还想跟我合作 我们可以从长进一 请进 佩姐 你看我还有这么多会议要开 谢谢 什么事儿 S叔说想要见你 不是跟你说以后直接挡门外吗 他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找你谈 算了 让他进来吧 反正多一个朋友比多一个敌人好 我知道 安叔 是 我今天晚上绝对回来 我这两天因为有事耽误了你 对 我今天回来咱们一落地去开会 好吧 好 陆总 好 工厂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 只要拿到楚楚的打扮样品 就可以安排生产了 好 你留下来 楚楚这边能交给你了 一定要把货交到他手上 好的 有我在 我怎么连短信都不会发了呢 陆总 你还给我包 不是 你怎么还在这儿 陆总 这俗话说得好 熟能生巧 关于表白的事儿 我决定陪你练习一下 练习 楚楚 我 喜欢你 不是 陆总啊 嗯 我 我 我觉得啊 就是还还 不过申请 申请 你得投入 申请 楚楚 我 喜欢你 怎么那么恶心呢 你 不是 陆总 我 我是觉得吧 就是 就没有那种 触电的那种感觉 你要有感觉就完了 郭总 楚楚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你俩干嘛呢 我 我们 会把工作 对对对对 陆总 就是这个状态 保持住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想个名字投得了想破了 楠楠 你不是负责文案吗 你就不能负责责吗 大姐 我又不是文科生 词汇量有限呀 那你不会翻字点呀 你搜索不是挺快的吗 就你们给我那个关键词也太不明确了 少女心 你让我怎么搜啊 你让我怎么搜啊 那你不会翻字点呀 老板 你看看她的态度 确实不够少女心哪 老大 我真的尽力了 要不咱们休息一下吧 我去拿点甜品带来吃一下 大家补充一下能量 好 甜点来了 这个蛋糕好有少女感啊 这个颜色也太少女心了 吃完了我不会也变成少女吧 吃完就会有少女心 老板 你想什么呢 产品联想 我等了 老板她懂什么了 不知道 来 来 来 完成了 三十二度内衣 让你在炎炎夏日感受舒适体验 什么意思啊 首先 三十二度就是人们对于夏天温度的心理防线 一旦超过了这个温度 人们就会有一种今天很热的感觉 所以会有联想 对 这就是我们产品的使用场景 另外 贴身衣物 接触人类皮肤最舒适的温度 也是三十二度 所以我们就 屁股一下 把炎炎夏日和舒适体验联系在了一起 所以是让你在炎炎夏日感受舒适体验 但是我们虽然改了广告语 我们的流量还是太少了 所以嘛 我就只能把我这两年仅存那一点钱 投一下广告和流量了 老板 你这也太拼了 我还是觉得有风险 我对产品就非常地有信心 我会拿出两类的工夫来支持你 嗯 你了 我 我就定拿出 两个月的工资 但是我还是想说 这就是告白所要指导的全部技巧 精辟 声动 所以啊 你们平时就要多积累 多积累才能成长 不是 这玩意还能积累呢 要出类蓬通 譬如 你搞不定董事会的时候 就拿这套技巧放进去 然后就可以 那就一定会被开除 愣着干吗 你赶紧的把楚楚约出来 快点 快点 嗯 搞定 三句话就 我们洛适集团的品牌顾问 影响的话 你知道为什么我帮你吗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 晓云最近在给楚楚拍照 要是你和楚楚长浪 我就会让楚楚去给晓云说停 这不绕来绕去还是小鱼吗 公司法务看过了吗 已经看过了 是 那四叔呢 年终大错之前 这笔资金能到账吗 S叔说 已经在安排对方走财务流程 好 我知道了 A姐 您就不怕S叔临时变卦 他现在比我们着急 他需要一个翻身的机会 而我们是他翻身的关键 还是A姐您想得明白 资金充足的话 产品部门压力又大了 让他们出去 多打线板回来 扩充下产品线 这次上新的规模 我们至少要翻三倍 这小丫头片做得真不错啊 还真让她搞出点花来 把这个三十二度内衣也拿给产品部 顺便打个板 三十二度 三十二度 不过这名字差点意思 好 这么高端的地方 专哪间好呢 我今天就好好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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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今天就好好表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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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今天好漂亮 坐吧 谢谢 这个餐厅是我选的 小桑为此还跟我抱怨 说为什么不让她选 我觉得这是属于我们俩的一天 所以还是我来选吧 那我可得好好品尝一下了 哦 对了 销售情况怎么样 我还不知道 我不敢看 马卡龙系列刚上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的 特别紧张 每十分钟就让小桑汇报一下情况 如果数据下降了 就别汇报了 永远 真的假的 她小桑也太可怜了吧 现在想想 当时还挺幼稚的 不过后来再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三十二度内衣的概念 我觉得她还是挺不错的 谢谢洛老师 我还是一个好学生吧 洛老师 别别别 你让我想起了S书那张脸 不好意思啊 接个电话 怎么样 咱们预售破签了 照这个速度价格马上就能破万了 真的 一千一了一千一了 一千一了 你等我一下 你们先顶住 我把后台权限给你们加一个 你看啊 对 我等一下就要回去 拜拜 哇 你知道吗 我们后台仅是预售破签了 有没有很厉害 而且还在飞速地涨 我看出来 都写脸上了吗 好了 不好意思 继续 没关系 不用在意的 又不是他们 我等一下再回消息看 你接吧 没关系 这样吧 你要么先回去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员工必须跟老大在一起 那就不好意思了 下次我替你吃饭 拜拜 谢谢啊 走吧 好 年终大醋 我来了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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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样的她 是什么魔法 是缘分早就写好了吗 怎么会对她 竟有了牵挂 还是我翻唱 这种感觉有一点轻妙 停止不了想你的微笑 明明我很讨厌 却在想念 你在想念 就是爱 爱 哼着我的心动很好 你是否能感受得到 Luv I do Luv I do Luv I do 这份心动很好 我想你能够明了 Luv I do Luv I do 开始发生 Luv I 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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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心在加速狂飘 Luv I 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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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对她 竟有了牵挂 还是我翻唱 这种感觉有一点轻妙 停止不了想你的微笑 明明我很讨厌 却在想念 当成就是爱 空着我的心动很好 你是否能感受得到 Luv I do 一颗心在加速光飘 这份心动很好 我想你能够明了 Luv I do 思绪突然开始发烧 Luv I do Luv I do Luv I do 要爱爱爱爱